這些就是非洲業,都是那些藥用的東西 這裡是橫州陽屋新村的張家 十四年前,張先生張太太希望退休之後 能夠和兩個兒子回到鄉村生活 於是就來到陽屋新村 問了村長,知道是陸化地帶 以為不會收地,於是就舉家搬進來 他們會多了些去搬單車的時間 因為我們搬單車回上來就方便得多 住樓這麼小的地方 都不可能有搬單車在樓裏 他們可以搬單車的時間多些 戶外的時間會多些 今天是母親節 但亦都可能是橫州一班媽媽 最後一個和子女在村裡度過的母親節 對他們來說,可以說是百感交集 面對逼遷的張太太,亦都變得心神彷彿 之前更加插錯腳跌倒 可能真的沒有想過,世事會變幻無常 在一年十月的時候就收到那個通知 說我們這裡會收的時候 真是晴天霹靂 我們都很惡然 為何會收,為何我們一點的訊息都沒有 我們一點都不知道 三條村幾十個家庭的命運 懸疑未決 不過,橫州三村不少年輕人 都有和父母一起站出來抗爭 其實這個世代的年輕人 對於家裡並不眼磨 我們都有跟他去談這些 跟他們去講 叫他們嘗試一下去聽一下 嘗試一下去看一下 去接觸一下的時候 當他們有些接觸的時候 他們就會發覺 嘩,這個世界可以這樣的 可以這麼不公義的 原來 不是說你關上耳朵 你就會不關我事 我自己也從來都不覺得這些 原來會關我的事 但是原來真的來到的時候 是可以關任何人的事 今天可能是我們 第二天可能是另一條村 或者再久一點 又可能是輪到第二個 這些制度不變的話 很可能下一次又到第二個